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项技术的发展历史 皮千尹最早在19世纪出现 最开始的时候 皮千尹用来处理髋关节结合这类疾病 由于其无创性和便捷性 1850年 克罗斯比在新英格兰推广了皮千尹的使用 后来 美国外科学先驱Buck 将皮千尹用到骨骨骨折上 在美国南北战争中 交战双方都使用这种方法治疗骨折 之后传到了欧洲 并得到了大力的提倡 因此 皮千尹又称为Buck千尹 或者是美式千尹法 图中就是当时Buck医生所做的皮千尹图片 我们可以发现 这和我们今天的下肢千尹已经颇为相似 在19世纪后期 英国医生托马斯布朗 率先把皮千尹用在儿童骨折中 并认为这种技术能将宽膝关节可靠地维持在一定的体位 且便于孩子护理 同时还可以让孩子的体重充当完美的反千尹 这种技术逐渐被临床接受 因此被命名为布朗士千尹 图片中就是当时布朗医生 在儿童骨骨骨折中使用的皮千尹技术 这和我们今天使用的皮千尹已经极为的相像 1921年 一名澳大利亚医生汉密尔顿·罗素 设计了一种悬吊式的皮千尹技术 可以在千尹换肢的同时 让髋关节 膝关节保持曲曲位 这种以他命名的罗素千尹 后来被广泛地用于鼓鼓干骨折和鼓鼓颈的囊外形骨折 经过不断地应用 改良和发展 根据应用于不同年龄的患者 部位 又将皮千尹分为很多类型 如罗素千尹 应用于较大儿童鼓鼓干骨折的非手术治疗 布莱安特千尹 应用于四岁以下幼儿鼓鼓干骨折的非手术治疗等等 至此 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皮千尹的由来 接下来 我来给大家讲一讲现代的皮千尹 皮千尹又称为肩结千尹 利用粘贴于肢体皮肤的粘胶条或乳胶海绵条 使千尹力直接作用于皮肤 肩结牵拉肌肉和骨骼 而达到患之 抚慰 固定与休息的目的 皮千尹的目的实际上是患之制动 减少局部刺激 减轻炎症扩散 稳定骨折断端 震痛 矫正和预防因肌肉轮缩所致关节的极形 解除肌肉痙攣 改善静脉血回流 消除肿胀 临床上常见的皮千尹有两种 第一种是皮肤牵引 使用于下肢骨折牵引 如骨骨颈骨折 出龙肩骨折等等 操作方法是 借助胶布贴于患之皮肤上 或泡沫塑料布包压于患之皮肤上 利用肌肉及骨骼复着点 牵引力传递到骨骼上 胶布远端于扩张板中心钻孔穿绳打结 再通过牵引架的滑轮装置 加上悬吊适当的重量进行持续皮肤牵引 牵引重量一般2到2.5公斤 第二种是悬吊牵引 多用于四肢 如小儿骨骨骨折的牵引治疗 操作方法是 评估患儿下肢长度 用粘贴条两根 贴于患儿双下肢内外侧 长度达到大腿根部 或牵引自骨折水平面 即以上一公分处开始 两侧同时牵引 牵引重量以患儿臀部 稍抬离床面一般5到10公分为度 皮牵引 适用于老年人或儿童骨折 稳定性骨折 成人下肢骨骼牵引的辅助牵引 手术前后的辅助固定治疗 炎症肢体需临时制动和预防关节卵缩急行等等 虽然皮牵引是一个无创型操作 但有些患者不适合做皮牵引 第一 年迈体弱 全身状态不佳 亦发生意外者 二 颈椎骨折有破坏者 三 局部皮肤受损或对胶布或塑料等过敏体质者 仅用皮牵引 四 血液循环受累 如静脉趋张 慢性溃疡 皮炎 血管硬化或其他血管病者 临床上使用皮牵引有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 注重生活护理 第二 保持有效牵引 第三 注意患者血运感觉的观察 第四 避免过度牵引 第五 预防并发症 第六 牵引重量一般不超过5公斤 以2到2.5公斤多件 接下来我们引入几个临床案例 第一个案例 一位52岁的男性患者 20天前不慎摔倒 根据外伤史和影像学结果 粗步准断应是骨骨颈骨折 头下性 此时进行皮牵引 作为手术前的辅助治疗 第二个案例 结合患者病情和影像学资料 粗步诊断应是左骨骨中断骨折 考虑到患者年龄和骨折部位 该患者可进行悬吊牵引以进行骨折服位 除了以上两种皮牵引 其实临床上还有些其他的无创性牵引方式 也就是不拖牵引 第一种是核诊带牵引 即是通过滑轮及牵引支架 施加重量对头颅进行牵引 使用于轻度的颈椎骨折或脱位 颈椎间盘突出 以及根性颈椎病等 可有卧床牵引 坐位牵引两种方式 卧床牵引重量一般为2.5到3公斤 坐位牵引重量由6公斤开始 逐渐增加 根据病人情况可增加到15公斤左右 需注意有颈椎松动不闻者 不易进行重量较大的牵引 以免加重症状 第二种是骨盆悬吊牵引 使用于骨盆骨折有明显分离一位 或者骨盆管骨折有向上一位和分离一位 经下肢牵引伏位 仍有分离一位者 使用骨盆悬吊牵引 通过滑轮及牵引支架进行牵引 同时进行双下肢的皮肤牵引或者是骨牵引 可使骨盆骨折分离一位整幅 待四到六周后解除牵引 进行石膏库固定 两侧牵引的总重量为9到10公斤 以上就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皮肤牵引的内容 谢谢大家